超人主義是用來保持人類在科技奴役的衣服,通過增強言實技術來操縱直至神經衝動,改變大腦主理和永久環境, 超人粉飾眼鏡改變最終將導致公司重大損害。 如果人類第一次被困在系統中,完全依賴於技術,因爲它是所有被確定。 例如,醫療診斷,由測量用芯片直接發送到保險公司的健康。